你好,今天为你解读的是《花钱的艺术》,这本书的中文版大约是20万字,我会用大约22分钟左右的时间为你讲解书中的精髓。 为什么穷人被钱操控,而富人却能操控金钱? 赫尔曼·梅尔维尔在小说《泰比》中描绘了这样一个故事。 主人公托墨与同伴托比,因为无法忍受枯燥无味的海上生活和残暴船长的呵斥与虐待,弃船闯入到了异域太比峡谷。 出到这里,他们就喜欢上了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 这里景色宜人,民风淳朴,没有一丝来自物质社会的腐蚀和侵扰。 人与人之间相处融洽,没有贫富差距,没有功利与贪婪。 最重要的是,这里没有万恶的金钱。 而托墨与同伴在这里非但没有被土著人杀掉,反而受到了格外的尊重与款待。 托墨甚至可以和土著女子相爱相守,过着一种近乎夫妻的生活。 可是呢,就是这样一个美好的世外桃源依然无法留住托墨的心。 托墨依然想要逃离,他始终渴望回到那个熟悉的社会,那个不够美好,却足够精彩的金钱社会。 虽然这是小说,但又何尝不是现实社会的一种真实写照呢? 我们每个人都曾幻想可以生活在一个没有金钱的乌托邦。 我们总是抱怨金钱的万恶,但是事实上,我们无法想象没有金钱的社会会怎样。 我们都渴望拥有更多的金钱,其实呢,金钱本身没有意义,是我们赋予了它意义。 社会的弊端也并非都是由金钱所造成的,而是我们使用金钱的方式不当所导致的。 我们与其把社会上一切的不乏与不公归咎于金钱的出现和泛滥,不如说是人类对待金钱的认知存在错误。 虽然说金钱在人类社会中已经走过了几千年的漫长岁月,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人类使用金钱的能力依然欠缺,人类并未能有效地掌控金钱。 因此呢,转变对金钱的认知,重新去了解金钱,学会掌控金钱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那么,如何才能掌控金钱使自己不会沦为金钱的奴隶呢? 今天的这本《花钱的艺术》就是一本教会我们正确使用金钱的书,一本关于钱与心理博弈的反操控指南。 这本书的作者呢是克劳蒂亚·哈蒙德,可以说呢是身兼多职,他既是作家又是主持人,还是心理学讲师。 他曾在英国广播电台四频道主持过两档著名的心理学节目《大脑万象》和《大脑改变者》,也获得了众多关于心理学领域的相关奖项。 说到花钱,很多书都是从经济学角度来告诉我们要怎么花钱,怎么理财,怎么才让自己的钱越花越多。 而这本《花钱的艺术》却反其道而行,它在神经学、心理学、生物学最新研究的基础上通过260个心理学实验来为我们揭秘金钱与人心的微妙关系。 此外呢,还有32个理财小建议,以此来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做出更好的决策,比如说刷卡还是现金,比如说关于零钱的几点建议,比如说守财奴和灰金如土的人,这些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却容易忽视的消费问题。 在书中呢,作者从心理学角度重新定义了金钱的概念特征,在他看来,金钱并不代表邪恶,而是意味着信任。 认真想一下这样的观点不无道理,当我们和陌生人合作的时候,因为还达不到熟悉的程度,信任关系很难建立,但是金钱的加入就可以让彼此在最短时间内建立起合作关系。 但是今天的这本书呢,不是简单地告诉我们金钱在人际关系中的作用,它更想给予我们的是,让我们意识到金钱是如何影响我们的思想,意识和大脑的,以及我们该如何才能反操控金钱。 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金钱就万万不能,既然我们离不开金钱,那就需要学习如何更好的使用金钱。 而使用金钱呢,不是简单地会一些技巧,而是要从根本上,也就是从我们的大脑和心理上去认识金钱,这样才能真正掌握花钱的艺术,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好,介绍完这本书的基本情况和做着概况,接下来呢,我就为你详细讲述书中的内容。 这本书主要讲述了四个重点内容,第一个重点是,结账时刷卡和现金有什么不同? 第二个重点是,为什么钱花得越多越不心疼? 第三个重点是,贫穷和智力有关系吗? 第四个重点是,为什么存钱总是那么难? 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内容,结账时刷卡和现金有什么不同? 如果说世界上有魔法,那么金钱肯定就是其中之一。 一部金钱的发展史就是人类文明的进步史。 经过几千年的发展,金钱经历了从最初的实物货币到金属货币到纸币,再到现在的电子货币的发展过程。 毫无疑问,金钱的发展确确实实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便利和促进作用。 但与此同时呢,在金钱的使用过程中也带来了不少的消极作用。 特别是在最近的一些年,随着信用卡的不断普及,人们的负债率更是直线上升。 而在人们使用现金支付的时候呢,这种负债的情况则明显少很多。 那么结账的时候刷卡和现金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作者呢,在书中以这样一个案例来进行说明。 1999年4月19号星期天的下午1点钟,波士顿凯尔特人队和迈阿密热火队将有一场比赛在这里进行。 这也是本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特别的盛大。 所以说比赛的票很早就收庆了。 这个时候呢,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的工商管理硕士还有这样一个机会, 只要参加一场心理实验,就有可能获取两张比赛的门票。 但是要注意的是,这两张票不是免费赠送的,而是需要得到票的人支付票面的金额。 实验是这样的,所有参加人员要想得到票,需要通过无声竞拍的方式来竞拍比赛门票。 这个实验的目的是为了观察参与者们为了得到门票会准备出多少钱, 以及不同的支付方式是否会有不同的结果。 因此呢,有一半的参与者被告知必须现金支付他们的报价, 还有一半呢,需要用信用卡来支付。 结果发现,那些用现金支付的平均出价是28美元, 而用信用卡支付的话,平均出价是60美元,远远高于用现金支付。 从这个实验中我们可以看出,不同的支付方式会影响人们的消费观念。 当人们用现金支付时呢,往往更加谨慎, 而刷卡的时候往往比较冲动草率。 这是由于所谓的支付的痛苦不同所导致的结果。 因为现金支付需要从你自己的口袋中拿出实实在在的钞票, 花钱具有真实感,所以说肉疼的感觉及时生效。 因为刷卡呢,是虚拟交易, 人们很难立刻感受到金钱的分量, 就会延缓这种心痛的感觉。 试想一下是不是这样的, 当我们逛街的时候呢,看到一件中意的衣服, 可是一掏钱包发现身上的钱不够, 没办法,你只能忍痛放弃。 但是,如果刚好我们钱包里有一张信用卡, 而信用卡里的额度足够支付这笔钱, 那么你又会怎么办呢? 也许呢,90%的可能你会在一时冲动和导购的不断洗脑之下, 脑袋一热买了下来。 这也就是为什么最近一些年由于支付方式的便捷, 人们的负债情况越来越严重的原因, 特别是现在手机支付的流行, 越来越多的人沦为了月光族剁手党。 那么,如何才能避免这种因支付方式不同而导致的冲动消费呢? 首先我们要认识到, 我们的大脑对待现金卡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如果一个东西用现金付账, 大脑就会更加的谨慎, 但是要刷卡的话,就很容易冲动消费。 因此呢,如果我们想避免自己债台高筑的话, 我们就要学会理性的使用支付方式。 平时的日常消费呢,尽量不要带信用卡, 多用现金购买大宗商品,旅游度假时再刷卡。 如果说非刷卡不可, 我们也应该在付款之前, 想象一下你从取款机里取出了同样数目前的情景, 这个时候你还会坚持购买吗? 好了,上面为你讲述的是第一个重点, 现金支付和刷卡的不同之处, 在于现金支付呢,需要及时支付, 付钱的时候产生的割肉的感觉也是及时的, 因此人们在使用现金时往往会更加谨慎, 但是刷卡因为是虚拟交易, 会延缓人们的花钱时的疼痛感, 就很容易做出不理智的消费行为。 好,说完这个,咱们接下来说第二个要点, 为什么钱花得越多越不心疼? 网上有一个热门话题, 为什么存在一些总是在乎几块钱的人呢? 很多人对此回答说, 生活不易,你没有穷过,所以你不懂, 一分钱也能难倒英雄汉。 你不在乎那几块钱, 在别人眼里可能就是几天的伙食费等等的。 诚然,对于缺钱的人来说, 哪怕是几毛钱都是有在乎的必要的, 但还有一些人呢, 他们生活优渥,买房买车的时候眼都不眨一下, 却偏偏在菜市场买菜的时候, 为了几毛钱的差价和摊主争上半天。 为什么有人花小钱的时候斤斤计较, 花大钱的时候反而不心疼了呢? 书中呢,说了这样一个例子, 假如说你去海边度假, 打算租一辆自行车, 你走进第一家租车行的时候, 看到租一天的价格是25英镑, 接着你看到了一个广告上说, 另一家租车行只需要10英镑, 只是呢,你需要不行10分钟, 才能到达第二家租车行。 可是你一想到可以节省15英镑, 你还是会毫不犹豫的走向第二家租车行。 那么,如果我们转换一下, 你现在不是租车,而是买车。 第一家店呢是1010英镑, 第二家店是1025英镑, 同样可以节省15英镑, 同样需要不行10分钟。 你还会轻易地为了这区区的15英镑, 不行10分钟吗? 答案是不会。 为什么会这样呢? 同样的时间, 节省同样数额的钱, 但却产生了不同的行为决策。 作者呢, 用一个心理账户来进行解释。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心理账户, 赋予不同份额的钱, 以不同的特点和目的。 只要关于钱的任何事物, 都会被我们放入一个互相独立的心理账户。 我们在进行消费的时候呢, 并不是经过全局考虑, 而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 使用自己的心理账户。 然后根据所购买的物品目的与收益, 来匹配相应的心理账户。 比如说, 租车属于日常消费, 同样的时间, 同样的自行车, 多出15英镑就超出了我们心理账户的预期。 而买车呢, 属于大宗商品, 在我们心理账户里匹配了大笔支出。 那么相对来说, 多出15英镑也在我们心理账户的预期之内。 很多时候呢, 我们并不能意识到心理账户的存在, 但是它却在不知不觉中影响我们的花钱方式。 比如说有些人呢, 愿意为了省下几块钱, 而选择步行很远的路程。 有些人呢, 却为了省下时间, 选择打车去某个地方。 有人说, 这是穷人思维和富人思维的不同。 穷人用时间省钱, 富人花钱省时间。 但是从心理学上来看, 这更多的是由于同一种花费在每个人心里匹配不同的心理账户的结果。 而且就算是同一种花费, 不同的时间也会有不同的结果。 好了, 上面为你讲述的就是第二个重点内容, 同一个人为什么有时候花钱大手大脚, 有时候花钱又斤斤计较, 为什么花的少的时候容易心痛, 钱花的越多, 反而越不心疼了。 这是由于每个人的金钱使用过程中, 都把钱分为了不同的心理账户, 以至于所处的境况不同, 时间不同, 每一笔钱的价值也会不同。 说完这个, 咱们接下来说第三个要点, 智商和贫穷有关系吗? 我们经常说一个人的智商是先天的, 但是科学证明人与人接受的教育不同, 所处的环境不同, 对金钱的稀缺程度不同, 智商也会发生相应变化。 那么智商和贫穷之间有怎样的关系呢? 我们以一组测试来进行说明, 一组心理学家对印度的泰米尔纳德邦的500名折农 进行了一系列的认知测试。 这些折农全年的收入的60%都依赖这些甘蔗, 而甘蔗每年收获一次, 于是心理学家选择在甘蔗收获之前对折农进行了测试, 接着又在甘蔗收获之后, 折农拿到钱了再对其进行测试。 结果发现, 在收获之前呢, 折农的智商分数比拿到钱之后是明显低了9到10分。 他们的智商经历了从智力正常到表现呆笨这样一个变化过程, 这说明缺钱会影响一个人的认知水平和智商高低。 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塞德·谢尔木莱纳森对此解释说, 为金钱担忧的人大脑中很少有容量去关注其他事物。 因此作者给出了这样一个观点, 智商和贫穷有很大的关系, 对金钱的担忧会使人的智商下降, 越是为钱担忧, 人们越是很难在决策中做出正确的决定。 这一研究发现也很好地解释了最近几年贫发的校园贷和裸贷的问题。 很多大学生为了尽快借到一笔可观的钱来即用, 在情急之下选择了打着校园贷或者是裸贷旗号的高利贷, 原本可能只是借了几千块钱, 但是在力滚力之下变成了几万甚至几十万。 于是很多大学生因为无法偿还巨额债务走上了不法的途径, 甚至选择自杀来逃避一切。 很多人会觉得不可思议为了几千块钱就去借高利贷, 甚至是不惜配上自己的裸照。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 很多大学生的借钱动机只是为了买某个心仪的手机或者是某个贵重物品。 这里面不乏有消费观念不理性导致的结果, 但也有因为缺钱导致智商下降的原因。 当他们缺钱的时候, 他们无法去深思这些高利贷背后的巨大伤害, 于是做出了很多愚蠢的决定。 好了, 上面为你讲述的就是第三个重点内容。 理论来说, 一个人的智商是固定不变的, 但是现实生活中, 金钱的稀缺程度会影响一个人的智商。 当人们缺钱的时候, 智商会表现出明显的下降。 说完这个, 咱们接下来说第四个要点, 为什么存钱总是那么难? 生活中, 我们大多数人都有存钱的计划, 因为存钱是应对未来不稳定因素的有利保障, 但是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 很多时候, 我们的储蓄计划总是一再地被打破, 被推迟, 甚至是存款被挪用。 我们都觉得存钱是一件很简单的事, 每个月把一部分固定的钱放到一个固定的地方就可以了, 可是真的去做的时候, 又发现困难重重。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我们存钱如此之难呢? 书中从两个方面来进行了解释说明, 一方面是由于人们对自己的账户情况不够完全清楚, 实验人员做了这样一个测试, 每一组学生每人三个账户, 另一组每人一个账户, 并且每个人都可以实时地查看自己的账户情况。 实验人员要求学生们去完成一系列的任务, 每个任务对应不同的奖励金, 全部完成即可获得100美元, 并且赚到的钱可以自由支配。 为了观察学生们的储蓄状况, 研究人员给予了他们一张物品清单, 学生们可以想象并说出他们想买的东西。 结果发现, 拥有一个个人账户的学生, 比有三个账户的学生平均多剩余了6%的钱。 原因就是, 拥有一个账户的人更容易掌握金钱的使用情况, 更能够存住钱。 这个不难理解, 比如说生活中, 我们每个人都不止一个银行账户, 有的人甚至一家银行都有好几张银行卡, 这么多张卡在一起, 我们有的时候很难准确地说出, 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钱。 但如果就一两张银行卡的话, 我们就很容易了解自己的账户情况了。 可能有人会说, 我这样做是为了分散风险, 毕竟把鸡蛋都放到一个篮子里不够安全。 这样的说法也不无道理, 但也正因为我们把钱过度地分散, 所以说我们往往容易高估自己手中资金的实际数额。 而对于平时花钱大手大脚, 很难存到钱的人来说, 减少银行账户的数量会有一定的效果。 另一方面, 人们能否存到钱也取决于人们对待时间的态度。 我们经常告诉自己应该存钱了, 但为什么始终没有下定决心呢? 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 因为我们觉得存钱什么时候开始都可以, 以后有的是时间。 现在自己在很多方面都需要花钱, 很难有剩余的钱去进行储蓄。 所以说当前不是最好的时间, 以后再存也不晚。 这样的心理其实和我们平时每时间旅游, 每时间学习性质相同。 每个人的一生都有很多安排, 比如说想要考某个证书, 比如说想去某个国家旅游。 可是每次都是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耽误了。 有钱的时候没时间, 有时间的时候没有钱, 有钱有闲的时候可能又没有了精力和体力。 正如《朝圣之路》上有一句话说的, 年轻时太忙, 没有时间行走, 老了身体不行了, 没有体力行走。 这就是我们过的生活和选择的生活之间的差异。 其实存钱也是这个道理, 我们总觉得过了当前这段时间就会有余钱储蓄, 但是我们没有想过, 其实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有各种各样的经济压力。 存钱并不是以后的事情, 我们总是会高估自己未来的经济状况。 其实未来并不一定好于现在, 就算我们挣得更多了, 随之而来的也不一定是存款的增加, 也有可能是开支的增大。 那么是否有哪些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存钱呢? 首先, 我们存钱的目的应该简单明确易于实现, 并且不要太过漫长。 比如说买一款自己心仪已久的电脑, 去一个喜欢的地方度假。 虽然这需要我们做出短期牺牲, 但一想到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的梦想就可以实现, 这种兴奋感会迫使我们严格遵守计划。 而且这样的存钱计划也更容易实现, 但是如果太过模糊, 漫长的存钱目标, 比如说养老, 比如说未来可能出现的疾病, 存钱就会变得困难得多, 因为目标太大会让人难以坚持。 在努力过程中, 我们需要不断地消耗自己的意志力, 使得这样的事情无法在我们的大脑中产生乐趣, 而且我们身边无时无刻都充满了诱惑, 所以说目标越大, 越容易半途而废。 其次呢, 把存钱定为当下必须去做的强制行为, 而不是推迟到以后。 我们不应该对未来过于乐观, 一再推迟存钱计划, 因为生活并不是线性的, 而是循环的, 我们的未来并不一定会比现在更好, 而存钱的数量并不在于多少, 而在于你有没有这种意识。 最后, 学会控制自己的物欲, 这个世界上永远有买不完的东西, 但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是, 我们挣钱的能力是有限的。 有多个银行账户也未必能让我们的经济状况好转, 反而会因为无法准确了解自己的资产信息而冲动消费。 所以说呢, 减少不必要的银行账户尽量少用信用卡, 在不断开源的情况下保持节约的好习惯, 多为体验买单而不是把钱花在物质的东西上, 你会发现我们离成为富人并不遥远。 好了, 说到这儿, 我们今天聊的内容就差不多了,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所说的要点。 首先我们说了结账时现金和刷卡有什么不同? 主要是现金带来的痛感是及时的, 而刷卡则会延缓这种痛感。 以至于我们总有种买东西花的不是自己的血汗钱的感觉, 直到我们支付账单的那一刻, 我们才会意识到自己的消费有多不理智, 也就要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尽量使用现金支付, 避免刷卡。 其次呢, 我们说了为什么钱花的越多越不心疼, 主要是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心理账户, 因此我们对待不同的物品, 会在无意识的状态下与之匹配相应的心理账户。 这就使得我们有时花钱大手大脚, 挥金如土, 有时候小度机长斤斤计较。 但心理账户也有好处, 就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掌控自己的消费行为。 然后我们说了智商和贫穷的关系, 准确来说贫穷会导致一个人智商下降, 这并不是说穷人就智商低, 而是贫穷会导致一个人的事业变得狭窄, 只能关注当前, 无法关注长远。 像我们平时说的穷人思维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因为贫穷会导致一个人做出错误决策。 最后我们说了, 为什么存钱总是那么难, 主要是因为人们对未来过于乐观, 认为自己在未来会有更强的经济能力, 因此存钱并非当务之急, 而且人们也觉得存钱是早晚都可以开始的事, 以后有的是时间, 再就是生活中诱惑太多了, 为几十年后的事情存钱总是没有及时行乐, 更让人快乐。 但不管怎样, 存钱都是我们防范风险最好的暴障, 也是我们必须去做, 而且当前就应该去做的人生大事。 感谢观看 眼睛 电视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